另外來看這個新港匆的蒼頭 近日最后一泡採收機 原本在農民是願望蒼頭大粒以後才來採收 不過這陣子天氣是油更冷油更淡 農民為了減少孫子 只好是冠金採收了啦 這是今年這蒼頭品質不夠好 現在每公斤收購的價值只有10塊 完全是不夠成本 新港匆萬收的蒼頭 已經近日最后一泡的採收機 原本驚望蒼頭的當時比較大粒才採收 但是沒有進行兩次放胎影響 最近採收的時候又遇到落後 農民只好冠金採收 但是因為蒼頭小粒品質不好 根本就不合 這10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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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隔起來成本不夠 不夠 對啊 這很燙的沒辦法 今年就放胎打了就吃虧了 就吃虧了 就敗了 太燙了 太燙了 還燙了 就沒辦法了 农民表示 苍頭每公斤要不夠 14、15塊左右 只要可以稍微賺一塊 但因為價格稍微 收成的素領也少 只能不能免用採收 不會比較少的 近年都這樣嗎 對呀 近年多數都不得了 农民無到寒風採收長頭的過程非常辛苦 今年萬修的長頭 介紹沒有一切好 讓农民相當鬱子 沒有心理準備 今年沒有好過年 大中華新聞 鄧文青新港 蔡鳳報道